大家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我这个talk呢是关于 WarsMatch这个项目的一些开源的经验 我们做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大概有四年多 然后大概是在两年多之前 把这个run time给捐献给了CNCF 然后所以就是说从这个项目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 一直是陪伴着他从零到现在有六千多个star 然后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社区 开发者社区的一些经验 先讲一下我 然后我之前其实是一个统生传译 就是我在英国学的是这个硕士专业 然后也在上海和北京做过一些统生传译 然后是从2018年开始变成叫Developer Relationship的这个开发者关系的 算是步道师吧 那我今年是加入了CNCF的那个大使 就是应该是每年他会录取两期 一共是有一百多人 然后在全世界各地 然后大家加入以后呢 是可以写一些文章 然后去做一些演讲 然后CNCF会给一定的预算 然后你可以去组织开发者活动 然后鼓励大家参与到云原生的生态建设当中来 这是我之前组织的一些活动 然后这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作为Developer 你需要写一些技术文章 做一些技术步道 然后这个GoSim呢 是我们联合发起的一个 也是这次CubeCon China的一个同场活动 那我也在筹备2023年12月份 深圳的那个Kubernetes Community Day 是深圳的第一次办这个KCD 这个是我之前讲做Talk的一些照片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右边最下角是我 这个是一个开发者步道师的一个活动 就是关于我们的项目 然后我们是一个开源的 把WebAssembly用在边缘端的一个容器 它是在两年多之前进入了CNCF的杀箱项目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是干什么的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虚拟化的容器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更轻量的Docker 或者说更轻量的Linux容器 那我们认为第一代的这个容器是虚拟化方案 第一代的虚拟化方案是Winware 然后第二代呢是这个云厂商提供的一些虚拟化的方案 比如说一些应用的容器 那第三代我们就觉得这个WebAssembly是未来 这个是CNCF之前的一些调研 就是说大家都还是很认可这个技术的潜力的 这个容器呢会是新的常态 那在云源深时代WebAssembly将会是未来 那这个其实是今天上午我照的一张照片 这个是那个Keynote的演讲 是Linux亚太区的这个负责人 他叫Kiss嘛 他就是讲了一下 CNCF最新发布的一个全景图 这是一个生态全景图 这些这个图片 这个小的图片里的项目都是跟WebAssembly相关的 总共大概有60多个项目 这是我们跟CNCF共同去制作的一个生态全景图 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下 就是它会有不同的分类 有语言 然后运行时 然后应用框架 然后边缘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工具链之类的 就是有不同的项目 这些项目就是代表的那个总市值 大概有60多亿美金 大家如果自己也觉得有更多的项目 或者说大家觉得有一些更新的话 也可以就是非常欢迎社区去提交一些新的建议和想法 就或者说你觉得你的项目跟WebAssembly很相关 也可以通过扫这个二维码 去帮我们共同去完善这个生态全景图 那我就简单讲一下 这个就Wordsmatch它是可以非常轻量地去做一些应用 那比之前的方案呢 是要小非常多倍 可能小100倍这样 然后占用的资源会很少 可以帮你降低成本 它适合这几个场景吧 我可以就除了微服务 还有大家很最近很热门的serverless 还有那个嵌入式的一些应用之外 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这个AI推理 就是AI推理它是能够去替代掉Python的依赖 然后把一个几百兆的一个APP变成两兆 这个就是说它其实是能够替代不同 能够支持不同的语言 然后对于底层的平台也是非常的 可移植性非常的强 也非常的安全 对于serverless的那个函数呢 也是性能非常高 就是它是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非常易于设置开发跟部署 然后非常快 没有人启动时间 然后这是我们支持的一些AI框架 可以看到就是主流的AI框架 和这个数据流处理框架都支持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近其实 就是可以让你在简单的M2的MacBook上 就能跑一个 可以看到这是16G的一个MacBook 就可以跑一个Lama的7B 或者是70B的那个大模型 就是你不需要Python的依赖 然后而且是跨平台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主题 因为刚才前面其实讲了很多 关于我们自己 关于我和关于这个项目本身嘛 那我们现在主要就是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 怎么样去做开源治理嘛 那我们今天正题就是 吸引社区参与的一些策略 那我们会分为接下来的这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呢是一些开发者关系的一些programs 那第二个呢是要在你的Github repo 跟你的社区里面要保持那个开发者的活跃度 还有贡献者的活跃度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好的一个文档和一些你其他的相关的内容 包括一些tutorial之类的 那最后呢就是会有一个例子吧 就是会教大家去使用很好的那个自动化的工具去做devrio ops 就是让你的 让开发者关系的运营人员跟步道师能够 让他们节省精力和时间 那这些其实主流的开源项目都会用到这些策略 那第一个就是说鼓励不管是你自己的团队里的工程师 还是社区里的工程师去鼓励他们去在不同的大会上做演讲 然后多写文章 那还有就是在发现了社区当中有非常活跃的成员之后呢 你去积极地去跟他沟通 然后看他能不能更进一步地参与到更多的一些 比如说写文章或者是讲talk或者是贡献更多的代码 或者是给大家做demo的这些活动当中 那我们之前还做了一个效果比较好的一个program 就是说如果你成功地运行了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个app 或者是成功跑起来一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拿到一个树莓派 那这个是非常受到开发者的欢迎 那我们即便在这个项目结束了很久之后 还有持续地有不断地全世界各地的开发者来找我们 说这个活动是不是还在进行 我非常想拿一个树莓派 这个是很多 其实国内的开源项目可能没有太了解的一些 其实你可以参与进去的一些program 就是这个资助呢是因为我们做开源 就是其实经常是预算会比较紧张 那这些项目其实你可以就是写proposal加入之后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个Linux Foundation的这个mentorship 你是可以去发布四个任务 那四个任务 每个任务可以有一个实习生来去帮你做 然后这个时间是为期三个月 那每个月Linux Foundation都会给到这个实习生一笔经费 而且你的项目会需要出一个mentor 就是出一个讲师 那这个辅导的这个讲师也会从Linux Foundation拿到一个一笔资助 所以是讲师和实习生都是有经费的 那就是它像Linux Foundation的这个呢 就是右上角这个它是有一年有三期 就是春季夏季和秋季 就是相当于你一年可以招到三乘以四 也就是十二个实习生 然后其中如果你发现有的实习生非常的committed 或者非常厉害的话 还可以让他继续留下来做你的实习生 或者是正式的员工 那其他的这几个项目也是类似 开源之下是国内的一个类似的项目 那谷歌开源之下 这个不是开源之下 这个是谷歌的关于文档的 这个叫谷歌文档之下 那那个开源之下就是类似于Linux Foundation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这个文档的这个就是专门专注于文档 就是我觉得很多开源项目可能一个是不知道 他们这些会有这些grant 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每次就不知道 提出什么样的任务让大家来参加 经常就拖着拖着就是会 拖过他那个最终的提交期限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些 能够参与的这些项目都记好日期 然后就是积极去参与 那右下角这个呢是那个hacktoberfest 这几个issue是我们刚列上去的 就是你如果是学生或者是你是开源爱好者 都行 你就是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带这个hacktoberfest的 这个tag的这个issue 然后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一旦你解决了我们的这个bug 或者是解决了我们的这个相应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hacktoberfest最后拿到一定的积分 最后兑换相应的礼品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就是开源项目的增长 我觉得加入一个像CNCF这样的一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它因为CNCF生态里面会有很多其他的生态项目 就跟你自己的自身的项目可能是上下游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很轻松的就因为你是一个 比如说你可以是CNCF的项目 或者是你加入了iPad基金会 你一旦是有了这个开源基金会的背书 其他的一些项目就会更愿意跟你合作 就会觉得这个项目肯定是被认可了的 是有一个强大的背书 就比如说我们上次跟K3S的小伙伴接触的时候 他们听说我们是CNCF的项目的话 就会更加的认可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Github的增长 它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增长 一个就是加入CNCF 就是在大概在2021年的下半年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Docker有一个正式的合作 我们Docker的那个Desktop的那个版本 把我们正式集成进去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因为Docker的开发者社区也是非常大的嘛 大概他们有全球一千万个开发者 所以这个Star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然后就是可以组织一些开发者活动 那我们在北京有一个meetup group 大概有几百个人 然后呢左下角这个是跟Docker和Dapper 还有自己也一起在硅谷在去年的时候办的一个meetup 这个meetup呢是当时也算是美国也算是疫情刚开放 然后大家其实是很久没有去线下活动了 我们其实当时非常担心 就是会参加的人数不够 但是最后其实快有一百人参加 而且线上也有大概一百多个人在线上听 就是非常受欢迎 而且当时也是开始有硅谷的一些裁员的情况 然后还有程序员就是专门去我们线下的这个活动 去想说找工作之类的 然后右上角是七月份在北京办的一个meetup 然后右下角呢是 是我们办的这个 就是今年2023年在上海办的RAS大会 RAS China 就是也是特别不容易一波三折吧 就是因为那个疫情 还有一些场地的限制 就是推迟了好多次 然后最终是今年大概几个月前办成功了 这个RAS 这个也是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次CubeCon China的一个同场活动 然后我们是两个主要的发起人之一 我们 它其实是一个三天的活动 但是昨天是第三天 然后前面两天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前面两天是在路加嘴 已经有两天是更针对开发者一些 然后昨天那个活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 就是昨天这个GoSim的活动是在三楼 然后是更针对 因为前两天是更针对开发者嘛 然后昨天那个是更针对决策者和一些企业高管 但是其实内容会有点类似 然后里面有五个track 有AI 有元宇宙 有RAST 但是因为最近大模型特别火 所以其实就是大模型的那个track 特别受欢迎 就是每次都是 不太坐得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开发者 也会帮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就是社区的一些贡献者 也会在全世界各地帮我们去做一些talks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新加坡是在Shopee的一个场地 他们免费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 然后我们同时也邀请了Docker的讲师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还有几个其他的开源项目一起吧 这个德国呢 德国的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社区的大使帮我们讲的 那我们现在讲到就是 如何去充分利用自动化工具 去帮这个开发者步道师 去节省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是一个工具啊 就是大家可以用起来 它是一个自动化工作流的平台 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会有不同的场景 在开发者运营的过程当中 会帮到大家的忙 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去跟踪这个GitHub的数据 就是GitHub的增长 你怎么样去很好的跟踪 它可以去让你在几分钟之内去部署一个 算是机器人吧 就是它能够在Slack上提醒你 你Repo又涨了十个star 那或者是有人去Fork了你的GitHub repo也可以收到通知 还有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GitHub issue存到一个Airtable的那个表格当中 还有这些都是我们想出来的案例 你可以会有自己的场景 你可以自己去在中间写业务逻辑去自动化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第二方面那刚才讲到是说跟踪GitHub增长的数据 那这个呢是怎么样去更及时的和社区互动 昨天我们其实有跟那个一个比较厉害的Rust的项目叫Dioxys 他们社区里面大概有两千 快有两千多个开发者 他们就会有那种需求 就是说我在我的GitHub我在我的Discord的群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开发者问我问题 那我怎么样因为有一些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 或者说他们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但是他们现在的人力就不够 就没有办法手动的去一个一个的把这些记下来 那有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帮他可以写一个逻辑就是 所有的好问题他们就自动的存在Notion里面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及时的去复习 然后及时的去改 比如说改善他们的文档 或者改他们的一些GitHub的ReadMe之类的所有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呢 interact with the community就是说 有了一个新的GitHub issue 它可以帮你track 比如说给你送给你发到你的email里面或者给你发到你的 不管是telegram还是你的那个slack里面 那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接那个企业微信 所以其实主要是因为国内的一些app的那个生态是比较封闭 就是API不是特别开放 所以我们现在接的就是以国外的为主 那还有就是有一个issue如果你的那个maintainer可能忘记去回复了 那这第三个就是你如果没有忘记回复了 那过几天他会给你一个提醒 还有第四个呢 就是说把你的GitHub issue去做一个分类 这个我想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会自动帮你 可以自动帮你做GitHub的代码检查 这篇文章是我写的一个tutorial 就是说用一个chartgpt power的一个机器人去帮你去做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外部的贡献者帮你的那个代码fork之后 或者是提了一个PR之后 他这个PR里到底改动了什么内容 他会迅速地帮你做一个总结 他自动帮你总结之后呢 你就不用花好几天时间去让他等待 你慢慢地去检查他代码到底对不对啊 然后你可以快一点地帮他做merge 或者快一点给他一些feedback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代码检查机器人呢 这个PR就是说他去做一个全局的一个替换 就是把一个webhook的这几个字段改成了 那个webhookflows改成了lambdaflows 那但其实他有一个遗漏之处 就是他提的这个PR里面 其实有一个地方忘记改了 那这个bot呢就及时地发现了 然后就告诉你这个维护者说 我看到这个 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替换过来 那这个github的这个maintainer 他就知道他就立马可以 或者说这个tpr的人也会知道 他就可以立马去改掉这个错误 改掉这个遗漏之处 那可以帮助那个maintainer 跟贡献者更好的去互动 可以让这个整个的代码的检查的这个过程 更加的高效 更加的迅速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一般的情况下呢 一般情况下这个开发者 就是因为一般的maintainer就是维护者都会很忙嘛 他们可能会需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才能给到这个tpr的这个人一个反馈 那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加的不愿意去tpr 或者更加就觉得是不是不重视我 那有了这个bot之后 他就可以让他们的工作更加的高效 其实这个部署一个这样的bot 其实非常简单 就几分钟就能搞定 那就是在这个 就是三步嘛 就是把这个机器 这个code review的这个模板 去fork到你的github账号里面 然后授权他去访问github 然后再添加上你的这个 因为最后背后的这个代码检查 其实是openAI的能力嘛 所以你需要去输入一个openAI的API 其实在国内可能这个 这一步可能是需要翻墙的 所以国内的这个是稍微有一点困难 但是我们现在的用量还是很大的 因为后面接的是GP4嘛 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免费的 所以其实这个大家用的还挺多的 可能也有一些海外的用户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模板 就是只需要fork一下 就能够部署到你自己的github repo里面 那就是最后就是说 在那个CNCF和Linux 或者是其他的开源生态当中 有非常多很成功的开源项目 我们其实都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沙香阶段嘛 我们还想要进一步的到孵化阶段跟毕业阶段 然后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像之前的比较成功的开源项目去学习 就是其实我们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工程师和就是运营人员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工程师 我们大概有90% 我们团队的90%的成员都是工程师 我们就是鼓励他们都去做一些开源步道 我们会说你如果提交了某个国际上的一个讲开源的会议 或者是一个开发者相关的一个活动的话 我们是可以给你这样的预算去到国外或者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做演讲的 然后也鼓励大家写文章 就是这是刚才说的 我们想要从这个sandbox到孵化 然后再到毕业 那就需要我们持续的去投入 跟去鼓励Web的贡献者 而且我们每个月会定期的去开一个英文的 就是因为是全球性的嘛 所以是一个英文的那个阅读的社区会议 然后这个社区会议会有很多的 我们社区的成员来参加 来讨论我们新的一些进展 就是每个月都会定期去开 对于Wordsman Edge来说 我们是每个月的周二 第一个星期的周二会开这样的会议 然后这个会也是会放在CNCF的官网上 所有人都能看到链接并且报名 那这个吸引必留住优秀的贡献者 除了就是给他们 一旦他们的代码成功的被我们的repo merge了之后 他们就成为了contributor 那作为contributor呢 我们会给他们一些 就是小礼品的奖励吧 就是会有一个证书 然后另外会有一些周边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会优先从我们的社区贡献者里面去招募新的员工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科技公司的这个headcount都变得很紧张 其实我们不太会从外部去招人 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共同去打造一个非常开放积极的这个开源社区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去以各种形式来参与贡献 就是您也不需要一定是会写代码的开发者 您可以是把我们的文档翻译成其他的语言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方式去优化我们的文档 或者是写一个博客文章 还有就是为我们去做演讲 或者是把我们的不管是文档还是其他的材料吧 翻译成任何一个语言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演讲 对 现在这是我们Github的链接 这个欢迎大家去查看一下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欢迎提问 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你说32位和64位的芯片吗 是吗 不是 就是那个 因为那个WebAssembly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终端嘛 它的支持32位的指令机场嘛 这样的话你们现在遇到这个性能问题了没有 还是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升到64位的 有没有这个规划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正在跟 就正在支持英伟达的那个 但是你说就是Arm也在聊 就是应该是会在支持过程当中吧 就是具体我 我还是 因为我们团队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他认为是如果是 就是这个 就是WM1 就是只支持32位的话 那么它的其实性能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这样它没法跑一些很高性能的东西 就是其实 可能它是不太看好的一块 然后如果是有64位的话 可能会 可能会有一些应用会更加适合 我具体 不是特别确认那个 就是现在你们有没有遇到性能问题 就是有没有遇到性能瓶颈 比如说搞 跑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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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高复杂度的应用的时候 会 会有那种情况就是Windows上 跑 就因为我们原本是用了Linux 简单的说吧 就是跑AI的时候 跑这个 跑这个训练迁移的时候 是否会有 现在是否已经有性能瓶颈了 或者是 以我们现在这个开发程度来说 性能瓶颈还没有达到 啊 啊 那个我们请我们的一个那个合作伙员帮忙 帮忙那个回答一下 啊 你要我就是那个 把我知道一些信息 我稍微回答一下吧 就是我们 是BiDance 然后我们和那个 有一定的合作 然后你刚刚说说那个 32位你说是 啊 WebAssembly里面32位 是吗 他实际上现在有64位支持 64位支持 这个话呢 还应该还没有就是说 真正就是说 啊 by default 那么可能你需要一些 那个就是说一些就是 parameter enable 但是呢 32和64位这样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 你如果说在你host上 都是64位代码 你那WebAssembly只是32位 那实际上影响不大 因为你毕竟 如果大部分work 你都是在这个整个 底层去做 不在WebAssembly里面做 实际上影响 这个性能影响不多 另外一个 啊就是 那个WebAssembly不是 都是AOT编译吗 AOT编译的话 实际上这部分 它已经性能 比较接近Native了 那么这部分 你说32 就是说32位 64位究竟64位 比32位能性能高多少 这块目前来说 我觉得 在WebAssembly这个领域里面呢 大家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 是怎么样继续对它进行优化 这部分还有很大空间 那么之后 我就遇到那32 64位平均可能 还要很长时间 对 不知道是不是回答您的问题 好 对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我刚才提了一下 那个 就是这个 对 对 因为有一个 因为有一个大问题 可以躺在这个 放上给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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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放一下我的那個微信 大家可以加一下 好 謝謝大家